哈喽 欢迎收看我们家的睡前故事 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故事是什么呢 是这个 看我的 没有没有没有 是这个 看我的无影脚 欢迎来到神奇的动物脚世界 大家来看看小妹的脚 是不是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双脚 像小妹的脚就很会捡东西 还会捏人 真的非常厉害 要先跟我们说什么 有按赞 有订阅 我按赞 开铃铛有动力 好 好长哦 有按赞 有订阅 开铃铛有动力 脚脚来了 脚要来了 先表演了 用脚拿什么 你这不是用脚拿的啊 你这是用手拿的啊 好了吗 好了吗 这什么无影脚 这个掉漆的表演结束了 好 我们的出版社是这家 小光点出版的 作者呢 是朱丽莫菲 画图的人是汉纳托尔森 翻译的人是李真慧 看我的无影脚 好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无影脚 它一开始呢 在这个书一打开就看到 好多各种不同的脚脚哦 小妹 你的老师上线了 你要不要先跟老师打招呼 老师晚安 老师晚安 好 晚安完了 我也把厕所门关起来 妈妈 你念错的是晚乌安 没有 你这样老师明天会问你 为什么说话说不清楚 你就惨了你 她的美甲杀龙 好 我们的美甲杀龙 她的美甲杀龙 她的美甲杀龙 好了 走开啦 气死我了 好 我们要继续来看 今天有哪一些动物的脚脚呢 其实大家不见得一定要选小妹的脚脚 我们来看看今天有哪些好厉害的动物的脚脚哦 动物的脚啊 开始咯 动物的脚能走 能跑 还能够踢 还能踢 还能踢 它不跟我一样 对啊 都一样啊 它们也能爬 能跳啊 但是你的脚可以这样吗 它们的脚可以挖地 凿壁 凿壁就是在墙壁上面挖洞 还可以挖地 可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挖出很深很深的洞 我们的脚脚可能会痛痛 还有它们的脚脚还可以游泳哦 哦 小妹的脚脚也可以游泳 对不对 游泳 还有抓取食物 动物的脚能做的事情好多哦 到目前为止这些事情小妹的脚都可以做 好 再来第一个就是谁 她是谁小妹 我啊 老虎 什么老虎 她头上有王吗 你这十二成小泽今天看完了 今天就真的不帅老虎了 你看这个是腿流过来的家 这个是门窗户 这个是叮 好 麻烦你绕绕 好好好 来看这个 有飞毛腿的它是猎豹 你看它身上有这个啊 一点一点的啊 感觉很像金钱豹 对不对 猎豹 猎豹啊 它说我有飞毛腿哦 我的脚趁跟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一样快 哦 好厉害哦 不但快 而且它要抓地利好 什么叫抓地利好呢 你不能快 然后就哇就滑走了啊 你如果跑一跑跑一跑 你在追猎物的时候 猎物一转弯 然后你要跟着转过去 你就飘就滑走了 那你就不行 那你就永远都抓不到猎物了 所以呢 你的脚要能够 它的那个软垫就是为它刹车 对 就是为它刹车 而且它跳就不会痛啊 嗯 它可以脚完全不滑溜 因为小妹最近看了很多这种动物的导科图 然后小比有偷偷让我捏过那个斑斑的脚 捏过斑斑的脚 哦 你说小猫咪的啊 哦 对对对 因为小妹的外公家里养了 现在目前有两只猫斑斑和呆呆嘛 对不对 斑斑和呆呆 它有点点斑斑 对 斑斑 妈妈说我的是阿呆 然后小比的是斑斑 好啦 反正就是小猫咪的那个 巧巧的肉肉垫子啊 你捏一捏也可以有那种 对 肉垫垫也可以有那种感觉 它们的脚胶的垫子啊 就是帮它抓地 还有刹车 还有转弯 不是只是可爱而已哦 好 它们的脚爪很强而有力的抓地力 甚至比足球鞋还要强呢 那个足球鞋的设计也是啊 如果你把球鞋翻过来 你看到后面也就有一颗一颗的 那个也是那个抓地力的设计 我的妹啊 对 因为我们是普通的跑步鞋 那可能足球员才需要买到这样吧 好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角角呢 哎呦 你看它 它是谁 一条一条黑色白色的斑纹 它是狮子 被攻击的是狮子 那主角是谁啦 长颈鹿 什么长颈鹿 我老天爷啊 你老实在看 小妹啊 你这样的没有办法当模板生啦 你不会分长颈鹿和斑马 选完了 选完了 好好 那就算了 一般两顿也了 好 我们的主角接下来轮到斑马 将将 斑马说它有无影角 那它就是我们的那个了嘛 我们的主角啦 斑马的脚是无影角 只要呢 我用后脚的脚蹄子 就是它的后腿啦 用力的往后 往后一踢 这样往后一踹 就能够让我避免成为狮子的下一顿饭 为什么 因为它的后脚的力气非常非常的大 它在草原上 因为狮子在过马路啊 它就吃到红灯了 不是啦 不是 你说狮子原本要抓它 然后它就跟狮子说 现在是红灯哦 你要走斑马线 不是这样子的哦 狮子没有这么听话 那么守规矩 在草原上 好 斑马的后脚啊 很有力气 它用力的一踢一踹 就可以踢断狮子的下巴 诶 狮子的下巴被踢断之后 草原上可没有什么动物医院了 它们就是在荒山野岭 在大自然里 如果说它的下巴被踢断了 没有人会帮它装回去的 它接下来就不能狩猎了 它也不能吃东西了 这只狮子啊 它就死定了 它只能当秃鹰的晚餐了 对 它就会死掉啦 因为它没有办法吃东西 它肯定就会死掉的 所以啊 你不要觉得说 噢 狮子好强哦 斑马好弱哦 斑马啊 什么羚羊啊 一定都是被吃的份 没有哦 它反过来攻击的时候 还是有可能啊 会造成狩猎者的受伤和死亡的 可以请全联福利从到旁边等等啊 好 所以呢 你看 好厉害的斑马哦 哇 那是很有力气的腿 这一双脚也不错 小妹你要先记得哦 我们第一个是花豹 对不对 是很有这个 是花豹啊 是很有猎豹 很有控制方向能力的脚 因为最后小妹你也要选出来 除了你自己以外 如果你要再得到一双 有能力的脚的话 你要哪一个动物的 小朋友你们现在也要记得哦 来到最后我们要留言选 你最喜欢 你最想要得到的一双脚 第一个是背毛腿嘛 再来呢是斑马的无影脚 接下来是这个哦 有带扑的哦 可以游泳的来咯 有带扑的脚来了 他说我的脚趾尖的皮肤 就是这一层这一层 我的脚趾尖的皮肤 可以让我在池塘里面滑水哦 他们是谁 他们是谁 天鹅 天鹅 天鹅也有 但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脖子比较短不是天鹅 它是鸭子 红鹤 哦鸭子 红鹤 它哪来的红 没有 不是 它是鸭子 鸭子的脚呢 也很适合在陆地上行走 你现在就是要介绍鸭子嘛 好 它可以在陆地上走 也可以在水里头游哦 在水里游的时候 因为它有这个蒲 所以呢 它在那边刮水 刮水的时候呢 就可以很快就前进 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 如果遇到那种烂泥巴呀 它刚好有这个蒲呢 也可以让它走得比较稳 其实我们人类 原本以前也有蒲的 就是你看在手收中间的 对不对 手收中间这个地方 但是后来我们慢慢慢慢进化啦 我们人类变成要在陆地上面生存啊 我们要种田啊 要做工啊 要放木啊 好像就用不太到这个水里的功能 所以我们手收上原本的蒲 这边原本要有的蒲 可能原本是长到这里 就慢慢慢慢退化 变成现在的手指头了 就比较方便我们工作了 妈妈你怎么知道 这个人类的进化都是这样啊 等你们好像到了国小高年期 或者是国中的时候 慢慢就会上到这些课了 这很好玩 你也可以去补充一些课外读物 就算学校没有教的话 所以鸭子的脚很好玩 对对对 你可以去学校图书馆 找那个人类进化的书 阿竹去 好找阿竹一起去 好来我们刚刚也讲完了鸭子的脚咯 鸭子的脚也很不错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不过我自己本人蛮喜欢这个脚的 是他 他说我有黏乎乎的脚 我的脚可以让我直接往树上爬 却不会滑下来 他是什么 他是小壁虎 壁虎他的脚指头上 壁虎 他的小小的脚指 肯定的天花板 没有 地板也有 地板也有 天花板也有对不对 爬到好高都不会掉下来 而且是天花板上 对呀 我们一走出去 他就跑得好快哦 这个小壁虎 还有出现很大的一只船 有真的哦 可能会被他吃掉 壁虎真的很厉害 他的脚指头上面有数千万根的 细细的 小小的 我们看不见的钢毛 钢毛就是又坚固 然后又细碎 你为什么比他厉害 你有指纹 好的 好 那这个 壁虎脚指头上有数千数万根细小的钢毛 可以让他牢牢的攀附出物体哦 你就算看起来很光滑的物体 在他小小的手手脚脚里啊 他也是可以找到可以攀爬的凹洞的 就用他那个小小细细的钢毛去攀爬 所以壁虎很厉害 我觉得这样很不错耶 我就可以 如果电梯等很久啊 电梯都不来 我就自己爬爬爬爬上家了 或者说我又忘记带钥匙 我就爬墙 爬爬爬爬爬 就可以爬进家门 好像也不错耶 所以我觉得壁虎的脚不错 对啊 可是要黏糊糊的脚啊 不然就会摔蹦蹦 就是摔受伤死 翘翘的不行 好 这个脚也不错哦 他说 我有尖锐的脚耶 尖尖 你看他的手指甲好长哦 要不要剪一剪指甲 他有尖锐的爪子 可以紧紧的抓牢树干 他是什么小妹 猫熊 小妹 这是什么 好好说 五尾熊 好 终于说对了 五尾熊 这个是五尾熊 五尾熊呢 他的手说除了像这样子 你看像人类一样 一二三四五 有五根手指头之外 跟小婢的指甲一样 哦跟小婢的指甲一样 哦跟小婢的指甲一样 这个是手 手的脚脚是一二三 你看他前面 前面一二三四 这边有四根 因为他还有多了一根 很像大拇指的弯弯的一根小脚趾在里面 没有没有 你有五根 你有五根 快你出来 五根 好 来 他们为什么要有尖尖的脚趾头呢 尖尖的脚指甲 托树爬上去 你说什么 要是攀岩戳 戳树 对啊 他就可以攀爬的时候 可以勾得比较紧 没错 五尾熊他需要抱紧树枝 才可以不掉下去 抱紧 对 像小妹也是会跟五尾熊 我睡觉都会跟妈妈抱抱 好抱完了 我要继续讲故事 会有吗 你会我要继续讲故事 晚一点再抱 他有尖尖的这个脚趾头 因为五尾熊太爱睡觉了 他好喜欢在树上睡觉 睡觉的时候 如果没有抓紧的话 掉下来就 摔扁扁了 对不对 所以不行 但是他又睡得很熟啊 所以他需要这么尖尖的这个脚趾头 可以扣得紧紧的树上 就不会掉下来 这样讲起来 我也有一点需要这一种指甲 怎么办 这样我好挣扎 我到底要当壁虎还是要当尾熊 我再想一想 好小朋友你们也想一想 不行这样的指甲被抄到 你就要处理更多地方 真的啊 对我又常常会撞到指甲 好好好 那我考虑一下 好不要这样 我是这一只 哎呀有一只小企鹅 下一个角角来了 他说我有温暖的角角哦 为什么呢 它们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我是这一只 你是小企鹅啊 天在妈妈身上 对啊 你看他好跟妈妈相亲相爱 哦 这个有一个中企鹅 然后比较多搓搓他的屁屁 不可以这样子 好 整个冬天企鹅都在做什么 他都在孵蛋啊 这可能是企鹅爸爸 企鹅爸爸是负责孵蛋的吧 蛋孵出来之后 他老婆就从外面捕鱼回来 就可以跟他换班了 企鹅爸爸呢 是非常慈祥的育婴高手在动物界 整个冬天啊 他都把他的宝宝的蛋 你看这个 他老婆帮他生下来的宝宝的蛋 不是 把这个蛋呢 放在他的两只暖乎乎的脚中间哦 而且抱紧紧都不会放开 因为如果他的蛋啊 不小心滚离开他了 到了冰冷的地上 就会被冻僵了 所以呢 一定要在他的肚皮 还有热热的脚脚这边 一直孵蛋孵蛋孵蛋 保护他的心肝小宝贝 好 他们是皇帝企鹅 皇帝企鹅的脚除了很温暖之外 还有强而有力的爪子 可以抓住湿滑的冰层 哦 那就不会滑了 啾啾啾啾啾 就不会滑走了 咯咯 这样子 那还不错 哎其实他们好像他们的脚都很有力量 现在要当选厉害的脚 可能要很有力量 这本书为什么是这样翻 他本来就这样翻啊 不然要怎么翻 这样子 这样子 没有啦 他是这样子翻的啦 好 接下来咯 也是强而有力的脚 但是这一次长得不一样了 你们看这个脚脚 跟我们前面的那个小爪子 圆圆的爪子 或是有扑的爪子 开始不一样咯 他说 我是有跳跃的脚 哎 跳跃的脚也不错 因为他这个跳跃脚很棒 我觉得好像也很方便 我又挣扎了 我这一双修长又扁平的脚 你看这个长长的脚 哦 还有他的肠尾巴 非常适合在澳洲的沙漠里头 蹦蹦跳哦 他们叫做红袋鼠 红袋鼠的脚每一次弹跳 就可以越过学校的半个篮球场那么宽 这个他一跳啊 袋鼠就可以跳半个篮球场 那真的很棒啊 你有想过吗 这样你在追公车的时候 对不对 你 不对 那根本就不用坐公车啦 他随便跳几下就可以跳到他想去的地方了 袋鼠好厉害 肯丁哦 肯丁可能要跳个大半天吧 毕竟肯丁那么远 一百 哦 可能不止一百下 肯丁我看还是坐车好了 稍微远了一点 但是袋鼠真的很厉害 你看 他可以一跳跳这么远 世界上跳最远的就是他哦 真的吗 世界上跳最远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印象中好像真的是跟袋鼠有关 我们上次看了一本那个 什么世界上50个那个动物的这个 好 我到时候再查一查 对对得奖 应该是抽抽奖 嗯 都很丑 好 还有接下来这个动物啊 他的脚也很厉害 但他的脚呢 主要呢 是吸引异性用的 他叫做什么 蓝脚尖鸟 我还以蓝宝接你呢 他是蓝脚尖鸟 他有蓝色的脚哦 你看他的脚脚是蓝色的 他好喜欢把他的脚这样 一直往上抬往上抬哦 干什么一直往上抬 脚脚是脚踏实地要踩在地上的 可是你看这只也抬了 这只也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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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大家要抬脚脚呢 因为他们要向人家炫耀 炫耀自己的脚 雄性的就是男生的 雄性的蓝脚尖鸟呢 很喜欢把脚抬高高来吸引雌鸟哦 他的脚掌啊颜色越蓝的最蓝的这一群里面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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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蓝色的那一只小鸟啊 就是最帅就可以当蓝脚尖鸟现身 好就可以当最帅的那一个拔得头抽的第一名 就可以先赢得雌鸟的青睐 就可以先谈恋爱和先结婚 雌鸟就是母的女生的鸟 雄性的就是男生的 但是小妹还有各位现场在听故事的小朋友们 我们这个是蓝脚尖鸟 我们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 请尽量不要以貌取人哦 不是长得越帅 以貌取人就是长得很帅啊 那你给我们解释 就是你不要因为他长得很帅 你就想要他 你要觉得有用才可以 有用有什么用啊 不是有用啦 他还要有内涵啊 他有内在啊 比如说他很努力啊 很勤奋啊 很乖巧啊 很孝顺啊 很幽默啊 很体贴啊 有这些很特别的个性 那这些吸引你的 你可以再跟他这个在一起 不要因为他有一双蓝色的脚好吗 我们不要以貌取人哦 好接下来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像骑一样的脚 你看刚刚我们说压压的 小压压的爪子 他可以有扑对不对 可以划得很快 还有划得更快的呢 是海龟哦 他有像骑一样的脚 我呢 像骑一般的脚啊 使我成为了游泳高手 你看他真的是游泳高手 他在水里真的非常管用 因为你看又长又扁 哇 划骑水来好快哦 这样的脚真的很棒 让他在海里可以悠悠自在 所以如果喜欢幻想自己是海洋动物的话 可以投海龟一票 不过他有优点也有缺点 就是他在路上走路的时候 就会一直被他自己的手手脚脚卡住 会有一点笨拙 可是他不是说他只会在水里 除非他要生卵 对啊 除非他要产卵的时候 他才会上岸跑到沙滩上去 所以也很辛苦啦 为了生小宝宝要去 他不熟悉不好走的路地 那有瓷的吗 什么叫有瓷 瓷的 龟 有公乌龟母乌龟 对啊 有熊龟瓷龟 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脚脚 它很结实哦 它是大脚羊 这个脚还是这个脚 哦 它有大大的头上的脚 大脚 它的脚趾是这个 对 那个头上的脚是这样写 我们在课讲到脚和脚 真的啊 所以这种脚 对不对 这个脚是头上的脚 那这个脚 肉字边呢 这个脚就是脚脚上的脚 对不对 下面的脚会是蹄子 动物的蹄子 对好棒哦 我们刚好衔接上了小妹的课程了 他说呢 我的蹄呀 就是这个脚上的脚 我的蹄可以轻快的跳跃过岩石 不会滑倒或摔倒哦 好厉害 而且你看它是这样B摔的 它是两个脚趾头 你们看 这里对不对 两个脚趾头 它们这样子把脚脚的这个蹄 给分开两边啊 可以帮助平衡 真的哦 结实 对我好像需要结实 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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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 轻声哦 我需要结实的脚 是不是 为什么妈妈需要结实的脚 因为你会切的脚 啊 因为我很容易跌倒 所以我需要这个 突然跌倒 对我很容易突然跌倒 我很需要维持平衡 没错 它的这个脚胶啊 两只脚趾头这样分开 就抓地力很强了 它可以帮助平衡 调整一下方向 对很棒哦 所以这个大脚羊 还可以攀爬很陡峭的悬崖 好厉害哦 这种很高的悬崖啊 马和牛都上不去 但是大脚羊上得去 好我们又看到尖尖的爪子了 这次是猫头鹰了 它说我有致命的脚 哎呦致命的脚 但是它是大雕销 对它是大雕销 对不对 大雕销 它说它的 我觉得它好吃的名字 什么你要吃掉它 哎呦 它应该是 瀕临绝肿的动物吧 这种猫头鹰类的 而且它是哈利波特 专门传信的 你还是饶它一命 它的脚上有很锐利的爪子 跟尾熊一样 可以捕捉任何动物作为食物 而且它的脚非常的有力气 不只是脚有力气 翅膀也很有力气 这种大雕销啊 它竟然可以抓住 比自己的重量 还中三倍的动物 像是臭幼 哇那它真的很厉害啊 那真的是 如果在天空看到它 小动物都要赶快躲起来了 因为它的脚太有力气 飞得又快了 好危险哦 好再来呢 哎呦 这一只我们昨天讲十二生肖的时候 这一只有出现 它原本没有脚的 后来呢 它用了八舌的脚 你记得吗 它是什么 青蛙对不对 但它这个是铲竹铲 铲子的铲 铲竹铲 它有擅长挖掘的脚哦 它的后脚啊 你看这边的后脚 脚就很像铲子一样 可以把后面的这个泥土给它铲铲铲铲出了一个洞 它说铲竹铲呢 会在炎热的沙漠里挖挖挖挖 挖一个凉爽的洞穴 自己就躲到那个洞穴里面去 在又热又干燥的沙漠地表啊 是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存活的 但是躲在沙漠的沙子底下呢 不会被太阳直射 又可以有稍微有一点潮湿的感觉 诶就可以活下来了 那这个铲竹铲真的很厉害哦 它的脚胶可以帮助它活下来 要不要投它一票啊 不要 铲竹铲 为什么 干嘛不喜欢它 我觉得它很厉害又很可爱 好 跟我们人类很像的来咯 我有灵活的脚 叙叙叙叙 我可以 断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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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盪来盪去 盪秋千 因为我的脚就像我的手一样灵活 它可以用手抓 也可以用脚脚抓耶 它是黑猩猩 你看跟我们人类的祖先 黑猩猩的每只脚啊 都有一根大指头 那就大指头 小妹的大指头在哪里 大指头来 大指头 大指头 大指头你好 大指头 大指头你好 好 这个大拇指啊 就可以帮助抓 对不对 抓 而且大拇指是很有力气的 做拇指使用 就很像有四只手 人家只有两只手 它的脚胶啊 因为也有大拇指 是可以这样动的大拇指 所以跟我们人类的手一样 是可以抓的 它就等于说是 有四只手一样了 可以安全的在树林里面 穿梭百当 我觉得这样也很不错 这样我也有一点想要黑猩猩的手了 OK 哇 我们已经介绍完十三种动物了 小朋友你们喜欢哪一种 要投票给谁啊 你也有脚 你的脚会做什么呢 小妹的脚还会捏人 还会抓东西 还会跑下哦 要拿来试穿鞋子 哦 你的脚要拿来试穿鞋子啊 小妹很喜欢穿漂亮的鞋子 所以对对对 这也是其中一个功能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么多的脚胶 小妹如果要你选的话 你希望你还具备哪一只动物的脚胶的功能 你觉得 很难学吗 好难 好难 我也好难耶 小朋友你们觉得 你要当猎豹 他很快可以逃走的时候 他要很快 那我 教科的时候 哎呦 我好挣扎 我有一点想要当大脚羊 这样我就不会再跌倒 真的不想再跌倒 我腿上太多伤了 我也不想要 可是我又有点想当袋鼠 因为我想要轻轻跳一步 就可以跳很远 可以少走一点路 然后我也还是有一点想当无卫修 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紧紧抱住我的小妹了 怎么办小妹 啊 我也想当那个企鹅 这样我就可以把我的小宝宝蛋放在我的脚胶和肚子那里孵蛋了 那我们一起当企鹅 好 那我们一起当企鹅吧 好 点点头 点点头 好 妈妈跟小妹呢 我们选择要企鹅的脚胶 那小朋友你们觉得呢 今天看到了这么多的动物厉害的脚胶 你们要投谁一票啊 那这本很好看的看我的无影角这本书 后面还有很精彩的学习单 我在上一篇贴文的时候呢 有拍几张照片了 爸爸妈妈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上一篇的贴文上面去看 那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咯 谢谢各位的收看 小妹跟大家晚安 拜拜吧 拜拜 晚安 拜拜 有按赞 有订阅 开铃铛 有动力 拜拜